那么彼得达第二次的上来 他也是一样毫无心见 而且讲话没有重点 他讲话里面分两段 第一节到第四节 他是对约伯愤怒的反击 他说你寻所的言语要到几时呢 你可以揣摩思想再跟我们讲话 就是换句话说 你不要经过大脑就回答 那么第三节就是他反驳 十二章第七节的 他说我们为何被你算为畜生 在你的眼中看为污秽呢 他说你这个老路将自己撕裂的 难道大地为你建弃 盘石为你罗开吗 那么从第五节开始 他就发表二人的结局 长篇大论 这个二人的亮光必要熄灭 他的火焰必不照耀等等 所以在这里他也一样 话中有话的 把约伯的处境都放在这里面来 像十四节 他要从所依靠的帐篷被拔出来 这就是约伯的遭遇 十八节 他必从光明中被撵到黑暗里 必被赶出世界 这是约伯的遭遇 十九节在本名中必无子无孙 这是约伯的遭遇 十个孩子全死了 在寄居之地也无一人存留 他说不义之人的住处总是这样 此乃不认识神人的地步 全部都是在骂他 约伯的辩白十九章 你们搅扰我的心 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 你们这十次羞辱我 苦待我也不以为耻 这里整个约伯对比勒达的回答 分三段 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五节 对三个朋友的埋怨 觉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的对待他 那么第二段是第六节到二十二节 是他对神的埋怨 而对神的埋怨又分成两段 一段是第六节到十二节 是神你为什么这样子对待我 那么十三节到二十二节 就是神你为什么让别人这样子对待我 把他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剥夺 都变直了 整个的情感生活都掉了 那么第三段是约伯的盼望 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 那我们简单地看一下 约伯对三个朋友的判断 那请你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 有一个东西值得你们去画的 画完以后你比较能够体会 一直重复出现的 就是什么我 什么我 例如说搅扰我 压碎我 羞辱我 苦待我 指责我 剥去我 攻击我 拆去我 忘记我 厌恶我 嘲笑我 等等 逼迫我 你把这些所有的我都把它圈起来 你就发现约伯在这里 向人 向神的埋怨 表达出说他这个人真的是世面受敌 而且招逼迫 所以第一节到第五节 他是对朋友的埋怨 说到你们搅扰我 压碎我 羞辱我 苦待我 指责我 那么第六节到二十二节 是对神的埋怨 我说过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第六节到十二节 是讲到神你为什么这样子对待我 所以他说第六节说 就该知道是神请赴我 用篱笆围绕我 他用篱笆拦住我的道路 第九节他拨去我的荣光 他摘去我头上的冠冕 他在我的视围攻击我 他修足战路攻击我 这是他对神的埋怨 那么十三节到二十二节 讲到他对神的埋怨 是说你为什么让别人这样子的对待我 他把我的弟兄隔在远处 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以我生疏 我的亲戚与我隔绝 我的密友都忘记我 在我家寄居的和我的使女 都以我为外人 我在他们的眼中看为外邦人 我呼唤仆人 虽用口求他 他还是不回答 我口的气味使妻子厌恶我 我的恳求我的同胞也证恶我 连小孩也藐视我 我若起来他们都嘲笑我 我的密友都证恶我 我平时说爱的人向我翻脸 你也可以圈起来 我的皮肉紧贴骨头 我只剩下牙皮逃脱了 我的朋友可怜我 可怜我 因为神的手攻击我 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 吃我的肉还不以为主呢 你知道约伯痛苦到一个地步 咱们中国人说是可杀不可辱 被他们输入成这样子 被他们定罪成这样子 我们决定不会去向他哀声求饶的 但是约伯时代已经没有办法再下去了 他说我的朋友 他还称他们为朋友 他说可怜我 可怜我 而且连讲两次 他真的是痛苦自己 这都是从前约伯从来没有的体会 他只是一个施恩的人 他只是一个会给的人 他只是一个这么尊贵送人敬仰的人 他从来没有一次沦落到这么痛苦 这么卑微 被羞辱 被拒绝 被误会 被伤害 到一个地步 他需要求神 放他一马 他需要向朋友求可怜 你真的是如果进入约伯 你会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很不容易 完全就是抽敌在这里攻击他 神容许他 但是神为了要在他身上有一个更大的祝福 要领到他 神在这里忍着看他受苦 神陪着他受苦只是他看不到 神陪着他受苦只是他看不到 因为朋友在这里一直搅扰他 要他把注意力放在他的问题 放在他的难处上 朋友一直三番四复地用各样的话语来激动他 激怒他 伤害他 我说连读约伯记都很辛苦 不要说约伯 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是约伯的盼望 约伯又插进来他的信心之言 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莫了不要站在地上 在我这皮肉灭绝之后 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 我自己要见他 亲眼要看见他 并不像外人 连读约伯这真的是一个 一个圣灵给他的开启 他居然能够在将近四千年前 讲这样子的话 讲到有一天救赎主要领到 要来到地上 而且他要亲眼见他 他便知 방송的 病人 颖 聆域 多